哈囉大家好我是Millian 我是姐姐命迪 今天的影片是來跟大家分享 加加尼爾即將在3月23號要開始他們的生日慶8週年 我們好像陪他們度過了至少5年欸 真的很久 就是已經愛他們5年了 他們家的生日慶一向都是他們家一整年優惠力度最大的 然後也可以疊加我們的優惠嘛 就會買到一個很優惠的價錢 然後東西也很好用 然後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我們兩個共通的前十名 因為我是乾雞 我們也是油雞 然後我們兩個其實對保養品有些喜好是不太一樣的 但其實前十名我覺得排的還算蠻容易的 某些東西就是很無庸置疑 因為我們一直都是很愛用的 有些東西就是有一些就是爭執 然後最後會跟大家分享我們的殘念 就是我個人有一些然後排不進去的前十名 因為一定要我妹也同時認可 因為他們家的東西就是非常的包羅萬象 就不只臉部保養 也有一些洗髮精啊身體的東西 所以就是真的選十名真的是哇塞真的是很精選 前幾年也有拍一些加尼爾的愛用品分享 可是就是因為最近有出很多新品想說再做一個總結 那在拍攝的現在呢 嘉丹尼爾已經釋出了今年週年慶的一些特別優惠 就他們有選出一些指定商品 直接是買一送一 然後很巧的 這些指定商品有幾個就出現在我們Top10當中 而且這些指定商品呢可以直接再疊加85折的優惠嘛 這一個買一送一的這個優惠 這個指定商品呢只有在收年慶的前三天 所以第四天開始就沒有這個了 就這個活動會整個抽掉 而且我覺得可能會瞬間被大家搶口吧 對因為我其實他們家通常他們是 生日慶是優惠力度最大嘛 然後通常他們有時候官網會 當機 被大家買到當機 總而言之呢我會把詳細的優惠放在下方的資訊欄 然後大家呢可以疊加我們的LIV15的85折優惠嘛 那我們現在直接公布我們前十名 我們從第十名開始公布 第十名入圍的 直接就得獎 不要這樣折 得獎的是 企業術的舒緩精華 就是他們家的痘痘藥 也是我們兩個最常用的痘痘藥 就只要有長痘痘的話 第一個就會先用它 如果真的沒用才會是家裡其他的痘痘藥 因為這個痘痘藥的好處是呢 它的質地是水狀的 所以不管你是在妝前使用 也完全沒有問題 因為市面上很多其他的痘痘藥 可能擦完之後就會結塊 會有顏色 你就無法上妝 對於治療那種紅種型的大痘痘 我覺得非常有感 就是譬如生理痘啊 或大悶痘那種 因為我是屬於乾肌 所以我是沒有那麼常長痘痘 所以如果一長痘痘的時候 我就覺得保養的時候非常的困難 就要避開痘痘這樣保養 可是因為它非常的水狀 那我妹就教我說 就是你保養第一步 就直接直接在痘痘上擦上七葉樹 然後它乾掉之後 你後續就可以完全正常的保養 就不用刻意避開它 因為它已經吸收進去了 第九名得獎的是 他們家的迷迭香柑橘身體活化去角質露 然後這款去角質它是露 所以它上上去的時候 比較不會有摩擦肌膚的感覺 然後我自己是覺得 因為我沒有非常喜歡就是身體去角質 我覺得有點像麻煩 可是我覺得這個去角質 因為它非常的鼓溜 所以它就是整個延展度非常的好 在洗澡的時候去角質的速度非常的快 就可以降低在浴室待的時間 因為我本身是非常不喜歡洗澡的人 所以你如果跟我塗快 又想要達到去角質的效果 又不會很就是摩擦肌膚的話 可是又可以把肌膚去的很乾淨的話 就大推這一款 但是說有一些去角質霜太乾了 所以你一擦就掉滿地 就可能你原本的用量要用三倍 欸這個倒是 可是這個因為它是有點 它算是有顆粒包含在凝膠裡面的感覺 所以你一塗上肌膚它完全不會一直說掉在底上 然後因為其實我以前 雖然是背上很容易長痘痘的人 現在不會啦 因為用它嗎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用它 因為當時它剛出的時候 我確實還滿無感的 可是因為我姐一直都很愛 所以我姐就有不斷地回購 所以我最近就開始比較認真保養身體肌膚之後 就會很認真的使用它 然後我發覺我近期真的 我背上的肌膚都沒有在長痘痘欸 可是我不確定是不是因為用它 所以眼下肌膚是因為你之前的衛生習慣 不到位 所以痘痘就有一些機會 因為就容易 因為你如果去老子去了 就是你老廢餃子代課跟臉一樣 就比較容易不會出油啊 就不容易長痘痘 有可能 筆記記下來 這個去餃子路呢 有入選在他們前三天的生日慶 買一送一的商品當中 所以如果你想要買一送一 然後又可以折裂我們優惠碼的話 前三天立刻下單 接下來第八名得獎的是 也是他們家的新品喔 新品入圍我們前十名喔 那就是 他們家的解憂的樹 舒緩修護洗髮露 所以先跟大家劇透一下 這一個品項也是在他們家前三天 生日慶買一送一裡面有的品項 因為其實他們家之前就有出 另一款腳蛋白的洗髮露 後來我們兩個討論之後 我們兩個一致都是覺得解憂的樹 這一款我們更喜歡 因為我們覺得就是另外那款腳蛋白 它用起來是比較有涼感的感覺 它是一個比較適合夏天有的 就比較適合頭髮比較容易出油的人 不過我覺得以台灣天氣來說 其實大部分九成的人 頭髮的人都算容易出油 只是說它那時候出油的時候 它有從時搭配護髮 那時候我們都覺得 就是因為那個用完之後 髮尾會比較乾 所以就一定要搭配護髮 可是不是說 要搭配護髮這件事不好 因為你選擇洗髮精的時候 本來就是要根據你頭皮來做選擇 但是我覺得解憂的樹很厲害的是 這一款如果你真的很懶的人 你不用搭配護髮 其實髮尾也是可以接受的 但我個人是很愛用護髮 因為我現在就很認真保養我的頭髮 但是不用也是OK的 然後我覺得吸起來也是很乾淨 就跟腳蛋白吸起來 就是頭皮都是可以洗得非常乾淨 而且完全兩款都是不會乾色的 因為這一款其實它是主打有舒緩修護 所以如果你的頭皮比較容易敏感 或是你可能是有染燙的人 就很適合這一瓶 而因為我個人就是非常懶得用護髮乳的人 因為我的髮質很細 有時候用護髮乳會讓我整顆頭很容易油掉 所以我大部分時間都不用護髮乳 油它之後一瓶搞定就OK 所以如果是很懶不要 不喜歡用護髮的 或是你頭髮像跟我一樣有懶燙的話 就很推薦這一款 而且我覺得這個解憂的樹這個味道 我自己也非常的喜歡 就是那種很療癒 不要木質掉 因為它原本解憂的樹這個味道 是他們家之前出的精油蠟燭 然後後來就把它變成洗髮露 接下來第七名呢 我不知道大家為什麼偷吃薄 可是他們光榮就有這個品項 那就是他們家的歡樂面膜組 他們家所有的布膜面膜 總共有八款 然後每一款都有兩片 因為其實他們家的布膜面膜 是非常多人就是心中最愛的面膜 我們自己也已經跟大家推薦過非常多次了 可是我覺得我們會跟大家說 我們最喜歡的是哪一幾個 是我們個人喜好 可能跟我們膚質或個人喜好有關係 可是每個人用完之後可能感受不一樣 那你可能用完我們的就會很好奇別的 可是這個時候呢 就不用每一個都買一盒 你買這個就會全部試用看看 你就會感受一下哪幾個是你更有感覺 然後再去買他們家的就是一盒單盒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非常划算 所以就直接入選了我們第七名 而且其實我認真說 我覺得他們家的所有面膜 真的完全沒有雷點 就只是喜好而已 其實他們家每一款面膜我都會用 只是可能有一些特定的我使用頻率更高 而且我覺得這個是非常適合送朋友 就是朋友就會覺得 哇賽你真的是保養達人 那接下來第六名得獎的是 他們家的雪絨花舒緩修復生物纖維面膜 我跟你說這生物面膜真的是 我覺得是史上最佛心的架構 因為他們家的本來的定價 我覺得就已經蠻佛了 然後搭配他們家有一些活動 一些面膜的優惠活動 而且很多時候都還可以疊加我們的優惠 所以很長時候這個優惠折上折之後 雖然它是生物面膜 可是它可能比一般面膜還更便宜 就非常的划算 就是完全找不到理由不買它 然後我個人呢 我以前是沒有在生物面膜的 因為我個人以前都覺得 就是我覺得布膜也很好用 然後生物面膜又比較貴 我都覺得那我就用一般的布膜就好了 而且我姐喜歡那種敷完面膜之後拿掉 還有滿滿精華液 因為我就會拿來再按摩臉 因為我喜歡臉那種就是 我平常擦保養品都擦很多 因為我皮膚很乾嘛 可是我覺得他們家的生物面膜 會乳獲我的心事 雖然說生物面膜用完之後 不會有那麼多亮亮 就是精華液其實都已經吸收進去 可以很快就直接上後續的保養 可是就算臉上沒有那些油油亮亮 臉的肌膚狀態還是飽滿 亮跟嫩到不行 那我覺得就夠了 因為其實我要就是 亮嫩跟飽滿跟潤 所以已經達到了 所以我不需要就是多這個工夫 如果真的想在按摩 後面再擦乳液的時候也可以按摩 對 因為我覺得生物面膜的好處就是 因為它的質地可以加速精華液的吸收 所以真的你一拿下來之後 就很像你一般使用布膜 你已經拿下來 還花三分鐘按摩之後 那個肌膚觸感 我覺得很多油肌在挑選面膜的時候 都會很擔心說 哇這個精華液用完會不會很黏膩啊 我肌膚會不會有悶感 會不會長痘痘跟粉刺 可是這個呢就完全不用擔心 因為其實他們家最近也是要推出新的生物面膜 但我們目前還沒有用到 但他們家目前現在推出了兩款 雪融花跟秋葵 就是雪融花會稍微再滋潤一點 因為比如像我 有些原本他們家的布膜是主打比較滋潤的 我就會挑季節使用 可能只會冬天用 因為我就怕那個質地可能不適合夏天 可是這款雪融花也是主打保濕修護 可是我覺得四季完全都可以用 因為它吸收速度真的非常快 但是因為它是油肌啦 所以他可能會覺得有些時候只有夏天不適合 但我是乾淨化 就是一年四季他們家的面膜 其實我就是真的是看它的功能去用 就是很潤的我也是完全都很愛 就是我覺得他們家厲害了 所以他們家不管是生物面膜 還是他們家的布膜 就是它每一款的功能都可以講得出不同 就我們之前也有發過一個 就是他們家面膜的一個 算是大童真 如果大家要看的話可以點連結去看 好的接下來進入排行榜 我們共同排行榜的前五名了 Top5 第五名是積雪草卸妝精華露 這應該是第二罐子 剩下就是不到一半了 這個我真的非常喜歡 就是現在是我目前使用率最高的一款卸妝 因為現在要戴口罩 我沒有說一定要化全妝的時候 我都是化淡妝 或是我只會擦防曬 那這時候我就用他們家卸就好 我現在就是只有上到全妝的時候 才會用可能卸妝油或卸妝霜 所以其實最常使用到的是它 然後我真的覺得它就是用起來非常的溫和 也可以把肌膚卸得很乾淨 因為它是質精華露的質地 所以我覺得用完之後臉也不會很乾澀 就是臉還是有一點水分的感覺 所以我真的很推薦大家這一款 那我也是難得啦 Bibi靜最近要戴口罩 有時候淡妝的時候也就是也會用它 因為我妹以前不需要戴口罩 就是可能兩年前 她人生是沒有淡妝這種事 她就只有素顏跟全妝 她就只有素顏跟全妝 她沒有中間 那我覺得就是大家可能上班 現在因為戴口罩可能只會擦防曬的時候 我就覺得其實這一款卸妝力就已經很夠了 接下來第四名 我還打到前四名很強 因為它也是新品 而且我們兩個是毫無庸置疑 就給它這麼前面的名次 那就是他們家的新品 毛孔細緻調理平衡凝乳 對 好因為這個產品的功能呢 就是它裡面也是帶有非常微量的酸類 所以如果你是油肌或者有粉刺毛孔問題的人 這一瓶就非常的適合 我們兩個比較常用這一瓶都是當成早上的乳液使用 它的質地不挑膚質使用 因為它就像是精華乳一般 延展性非常好 然後推開之後呢 它會有一種霧化毛孔的效果 然後還是會讓肌膚有一點點保濕感 其實當然我會覺得這一瓶呢 你還是要特別注意用量 或像我油肌用過多的時候 我也會覺得後續要上底妝會太乾 所以可是我自己會特別加強T字布上比較多 然後其餘的地方就帶到 油肌還會擔心太乾 我有聽錯嗎 所以不能上太多 因為它的控油度太好 我覺得它控油度真的蠻厲害的 好但我再跟它強調一下 因為麗眼剛剛她想說的是 我們是用在夏天的早上妝前 如果像我今天沒有要上妝 我是不會用它的 因為我不需要再額外控油 我本來就幾乎沒有那麼容易出油 然後因為它控油真的很厲害 雖然它不是primer 可是我覺得它控油程度已經媲美primer 因為它又有一些霧化毛孔效果 大概就只是一款乳液一個保養品 所以像我的話我用量不多 而且我會就是可能有時候 如果今天肌膚狀態好 我只會舉步用在我一些 比較容易出油的部位 比較容易去做T字的地方 應該也是啦 如果是你今天沒有要上妝 你會用它的嗎 會用它 還是會用它 不是 我跟你講為什麼 到底多怕出油 因為油肌就是臉真的很會出油 就如果好 如果我們沒有保養 那個油就是真的油到可以煎蛋 如果我們有保養就是 可能中午的 大概中午的時候可以稍微煎蛋 可是如果用它之後啊 晚上才能煎 對 所以我平常素顏的時候 我現在早上也很喜歡 直接把它當成乳液 那如果我是素顏的話 就不會再用它了 但是我如果妝前的話 現在夏天它算是我的 算是首選 就是它真的控油效果 我覺得是乾肌也可以接受的 就是我覺得它的那個 控油效果是非常厲害 就是根據你用量去做調整 所以我覺得這一款 不是只是油肌會愛的一款 所以我們才會給第四名 就是乾肌跟油肌 妝前一致認證的乳液 欸它是黑嘛 就我們一直想要它控油度 可是我必須說它保濕度也很好 不然我不會喜歡它 就它不是真的說 上完之後會覺得 讓你臉乾到髒 不是不是 就是上完之後是保濕感 像上乳液這樣子 可是那控油是你要入瑤之馬力 一天之中才會感受到的 對就是它上完之後也是很清爽 就完全不會黏黏法絲的那種 前三名我們真的不用多說 就這些東西大家應該都已經會背了 就大家都可能都知道是哪三個 可是它們很強欸 它們還是毅力不搖的待在前三 大家不要先猜猜看 好直接公布 第三名就是杏仁酸面膜 就像我們家的布母面膜 真的是有非常多款 可是這個就是從來都沒有 就是感動過 永遠都是我們的第一名 對 它就是一款有酸類的面膜 其實市面上有酸類的面膜 就是當時它剛出的時候 市面上真的很少 現在開始越來越多了 可是我們也陸續有試用到 它排的一些酸類面膜 但我們還是覺得它是最厲害的 因為我覺得像是自從戴口罩之後 我覺得我妹肌膚好像就是變得蠻穩定 可是我的肌膚 因為我比較容易敏感 所以肌膚這樣戴口罩悶 我肌膚反而很容易會長東西 會不舒服 會有顆粒感 所以我覺得我近期就是 反而很常用杏仁酸面膜 對 因為我覺得臉上只要硬摸到 也有一點顆粒感 或是我覺得完蛋了 我現在痘痘要出來了 我就會趕快來敷它 就馬上急救的概念 而且我剛剛前面有說到 我肌膚是很敏感的 所以這款如果你肌膚比較容易敏感 你也是可以用 它的酸類是很溫和的 而且因為面膜就是 我相信大家不可能會 這麼勤勞每天敷 所以我覺得一個禮拜敷過兩次 它那個效果就已經很棒了 你一個禮拜敷過一次 你平常這個保養 可能一個禮拜再用另外的酸類 它也不會過多 對對對 就是它都是很微量的酸類 就是一點點這樣子 幫你代謝一些老肺角質 然後你就會感覺到肌膚狀態變好 然後我覺得還有一個很棒的是 我覺得它除了老肺角質 代謝掉這個效果很好之外 我覺得整個敷完之後 會有肌膚整個提亮的感覺 然後第二名呢 就是毫無懸念 就是他們家的水感清透 防曬凝乳 這真的是數不清用過幾條了 就是它永遠都在 十條以上不值 真的不值 就是永遠都在回購 因為它真的就是一年四季都可以用 它就是像乳液的質地 保濕度也很好 然後上完之後臉也很清爽 我平常是素顏跟妝前都會使用 如果有朋友問我說有沒有推薦防曬 我一定首先都會第一個推薦它 很多人防曬用量會不夠 比如說你今天選的防曬是太乾 或是太油或太稠 你都很能上到就是真的足夠的量 可是如果你防曬沒有上到足夠的量的話 就白上了 就白上了 就是你還是會曬黑 或是你還是會接觸到紫外線 你就會變老 所以其實防曬的重要就是 你量一定要足 所以因為它很水感 所以你很容易會上到足夠的量 然後整個cover你全臉 就不會有擔心變老跟變黑的狀況 我跟你們說如果你們猜不到第一名的話 就真的不錯 你們太不了解我們了吧 這第一名根本就是 它就是 我們兩個根本不用討論 就直接就是第一名就直接貼上去 第一名就是他們家的星夜球 欸其實我好奇的一個點是 到底是我們帶紅的星夜球 星夜球本來就紅了 然後我們才認識它 不是我想要說的是 因為我覺得我們作為美妝YouTuber 難免嘛 就一直用到新的保養品 就很容易會忘記以前曾經的愛 可是就是星夜球用了這麼多年 就是它永遠屹立不搖的 一定會出現在我們的保養櫃裡面 我覺得最主要的一個原因就是 我覺得市面上跟它同性質的保養品 真的很少很少 因為目前我市面上想到 跟它功能比較類似的 唯一商品就是 Revive他們家的活膚霜 可是那個櫃很多欸 超級多 對因為很多油肌或者是瑕疵機 用完之後都說 天啊這東西太神奇了 所以我每次都很想用用看 想說趁週年慶買好了 可是買不下手欸 太貴了 然後我又每次聽完 大家用完Revive他們家的活膚霜的新的 我就想說 阿不是星夜球 所以我就覺得說 就是它就是一個 就是大家都買得起 然後對於膚質的變化會很明顯的 而且我跟你講 算是不挑膚質 因為一開始是我們會先愛嘛 因為酸類的東西就是油肌 就是會愛很理所當然 它們一些粉刺痘痘問題 就比較多需要跟它們對抗 但我後來發現它有很多功能 是其他膚質也會很愛的 譬如說我覺得它淡化色素8的功能 非常的好 譬如說痘痘已經色素沉澱了 尤其年紀大之後 就是超容易色素沉澱 以前一個痘痘可能 色素沉澱3900 現在要三個禮拜 那這時候你趕快就是後膚 它就比較幫助它整個就淡化 然後我就覺得這不是只有油肌會有的困擾 我就是很常會偶爾會覺得說 T字部位的地方 比如說有些顆粒感 會覺得有些痘痘快要冒出來 我就立刻用它 我有時候我會點用 就是企業術 當第一步 然後最後乳液步驟 那天如果我覺得有顆粒感 或是會有痘痘的時候 我就用它 然後可能那個痘痘痘就有 可能就被壓住了 它就出不來了 就可以免掉一個長痘痘的機會 因為其實呢 就是近一年多 我的膚況真的變蠻多 就我膚況真的爆炸好 就是真的很少長痘痘 跟比較少粉刺的問題 所以我以前真的是 每一天都用新夜球 所以大家就問我說 那你最近呢 就其實我最近近期 如果我覺得我的膚況好到炸的時候 我就會私心想要試用別的乳霜或乳液 可是我只要一覺得 哪裡不對勁的時候 我就會馬上請出新夜球 那我現在可能一週 還是會使用新夜球一到兩次 就是確保我的膚況是很穩定的 但是我要跟大家說 就是你用量 如果你要全臉用的話 就是用量不要多 它延展性很好 只要薄薄一層就好 好 那我們以上就是 我們的前十名 是共同選出來的 然後接下來就是我們個人很喜歡 但是放不進去前十名的 可能是因為我個人膚質會喜歡 就是個人喜好 那我有三個殘念賞 首先第一個是 紅茶酵母修復精華霜 我跟你說 我家這個是小baby 他們現在已經出了媽咪 就是大的 就是你知道大有多喜歡 所以他們才會出到大的 100ml吧 就是很大 現在我手上這個是30ml的 我跟你說 我首先我第一個 是我很喜歡這個味道 就我每次用都是要 就是感受一次 它那個味道有塗抹的 感覺像是為我獨家定製 然後還有再來就是 我覺得它這個質地我很喜歡 它不是那種很油很霜 然後也不是很水 因為太水 我也會覺得乾淨不用 可是太稠 我又也沒有那麼喜歡 我覺得這個質地就是非常的剛好 然後我的年紀 因為也30加以上了 所以抗老是一個我必備的 就如果說之前這個功能有抗老 我就會覺得大概加10分 它用起來就是不挑膚質 因為就是這個質地 像是我妹就可以接受 所以也是算很輕盈的乳霜 可是保濕度跟緊緻度是不是很好 就是你擦完之後你臉會很嫩 而且這個嫩度 都是可以延續到隔天的 就有時候就是 當下你塗很多 當然會覺得臉變很潤 反正用量用得夠多就好 可是我覺得它就是正常用量 你隔天早上起來臉 就是還是覺得很痠很水 然後我也會覺得說 他們家反正紅茶霜也很熱脈 很常會有一些活動 再疊加優惠 就覺得哇塞 超級划算的 第二個殘念 是他們家的燕麥亮白復活眼霜 但是我現在這個是舊包裝 然後他們家現在出了新包裝 那這個復活眼霜是我覺得CP值非常高的 如果說今天有一個女生 她可能二十幾歲三十出頭 她問我說 就要推薦CP值比較高 不要太貴的眼霜 可是又可以感受到她功效的話 我就會推薦這一款 因為我覺得她的質地也算是蠻平易近的人 雖然她說她是爽 可是我覺得她其實質地上 比較接近乳液的質地 然後又不會到太水 我覺得眼周是比較容易乾的地方 所以如果太水會覺得保濕度不夠 它這個是有一點潤折度的 可是眼展鏡還是很好 然後上完之後吸收速度很快 然後我就會覺得說 就是你每天認真擦的話 對於一些細紋 還有一些眼下太乾的問題 都是改善是很有感覺的 所以我覺得某種唇 她還是有一些抗老功效 那我想先偷說 就是她的姐妹是燕麥精華 我也很推薦 因為她是精華的質地 就是如果你跟我一樣是油肌的話 就可以用另外一款 對阿如果你是油肌 你可以用她的精華 就很清爽一點 如果你是乾淨就可以用霜 可是如果你想要真的是最全方面的 就是照顧你眼中的話 其實她們家是可以 就是跟臉部一樣 你可以先上精華再換霜 就先用我妹愛的精華再上霜 其實我之前有一陣子也會這樣子用 這麼認真喔 我就很認真照顧我眼中 是不是眼中沒有細紋呢 OK好下一個謝謝 好最後一個我的殘念呢 就是她們家的金盞花舒緩保濕面膜 我跟你說這個面膜對我來說意義是什麼 就因為我這個人是情緒欺負很大人 因為有時候就是很high嘛 有時候會突然間很down 那我很down的時候呢 我就會有一些自我的一些療癒的路線 然後這個就是我的療癒的一個小物 我還以為是你肌膚會出現一些什麼 蕃麻疹啊之類的這種 不是不是不是 就我今天很心情不好 可是我肌膚狀態沒有到一定會很差 沒有人說心情差你肌膚就會很差 我以為你會 沒有沒有 只是我說她 因為她這一款她是有舒緩保濕 然後我本來肌膚就容易敏感 所以這個舒緩就本來就很適合我的肌膚 然後我本來就很喜歡金盞花這個成分 然後我很喜歡金盞花這個味道 所以我覺得這個味道對來講很療癒 所以我心情很down的時候 我就會敷著金盞花的面膜 看韓劇或是玩哈利波特 這對我來說是我自己一個 me time 一個me time 所以如果你看到我在敷 然後你問我說是金盞花的話 就知道那天我有點假 心情不好 可是沒有我心情好上你敷也會好上假好 可是我跟你說 就是她這個就是有一個魔法面膜 就會讓你心情就是 就是有種被療癒到的 我覺得她就是有舒緩的功效 因為她就是金盞花本來就有這個功能 然後我覺得保濕效果也很好 因為她像他們家其他還有別的舒緩跟保濕 比如說積雪草等等 那些我用起來或稻米 我覺得我就沒有那麼喜歡 我不是說不喜歡 我說最喜歡就是她 我覺得如果要找保濕跟舒緩功效的話 我可能就會想用金盞花 可是如果我今天心情很好 我可能就用生物面膜 可是我今天有點困掉 我就說不行我要用金盞花 就我家永遠都會 一定會固定先囤一盒金盞花 就沒有就再囤 就我不知道我什麼時候心情會比較blue 那因為其實我個人呢 就是我臉是銅香鐵 並你們跟大家分享過很多次 那金盞花面膜應該是他們家八款面膜當中我比較無感的 因為我臉真的很少會碰到不適或者是需要舒緩 沒錯 但是我接下來要推薦我的殘念就是這一瓶 金盞花舒緩平衡液 那我就是一樣的意思 那我就是不同質地啊 可是去年這個產品也是新出的嘛 然後當時我就覺得金盞花我一定無感 那時候我很期待我妹整個就是 是喔 對然後後來我就一用到它之後 我就覺得天啊 太適合油肌了 因為它質地很水 所以它質地非常非常水 可是我覺得市面上很多其他品牌的金盞花化妝水是 它或許有很好的舒緩效果 可是像我這種銅香鐵 並用起來就無感 它厲害的就是項臉非常清爽 但同時呢我覺得對油肌來說那個保濕度也很剛好 所以我覺得接下來天氣越來越熱 我覺得這一瓶就非常適合夏天使用 這一個在我們家夏天使用率非常的高 對 就其實我臉可能雖然不會不適 可是因為我的鼻翼啊 有些以前長痘痘的部位很容易放紅 所以我覺得就很適合我這種膚質 那我另外一個要跟大家分享 我的殘念呢就是 蘑菇平衡淨膚黑面膜 其實這一款我還是非常喜歡 當然跟大家分享 我最近浮況就爆炸好啊 因為黑蘑菇通常都是我們長痘痘會用的 對 就每次一長大痘痘 馬上敷 可是這一個厲害的就是 每一次我長大悶痘的時候 我就馬上把它拿出來用 但近期的使用頻率真的比較低一點點 我跟你們說 就是因為它就是唯一一款是黑色的 然後我妹就是每次要長大痘痘 它就會敷 所以每次它只要重色走出來 是敷這個黑色面膚 我就只要說 你長大痘痘喔 最後再講一下就是 因為他們家前三日不是有幾個平衡是買一送一的嗎 然後裡面有芙蓉花洗面乳 然後其實這個我也很喜歡 因為他們家其實有不只一款就是洗面產品 然後這一款是 它是乳狀質地的 然後可以弄出蠻綿密的泡泡 然後也很細緻 然後我覺得就是舒緩皮膚也很溫和 但是我覺得就是之前這款好像淘潤度比較低 就我覺得它算是蠻冷門的商品 因為我們已經喜歡加在妮爾這麼久了 我們也是到去年我們才用到這一款洗面 對 然後它 我那時候就很喜歡 然後我又沒有想要分享 然後我要分享的時候我就發現它官網就是下架了 那我就以為這款已經斷破了 我就已經覺得停產 就沒想到現在就是有點強勢回歸 所以我就覺得如果你現在就是你要順便買一款洗面乳的話 除了說除微草的那個洗面乳我們也很推薦 這款芙蓉花因為我買一送一 所以我覺得也非常划算 然後也非常的好用 我自己很喜歡 然後我覺得那個芙蓉花 因為芙蓉花我沒有在別的保養品裡面用過 所以我平常也沒有去花園的習慣 所以也是我第一次聞到芙蓉花的味道 那我是覺得也還蠻清新小可愛的 就蠻清淡的 好的 那我覺得 不知道明年台語有沒有辦法多出新品 讓我撼動我們的前十名 因為其實今年我們會出這個是 因為真的前十名有蠻多新品的 對啊 我覺得很厲害很多黑馬衝出來 對啊 黑馬衝出來 就我們家Freddy衝出來 好的那今天的影片呢 就是要提醒大家 就是3月23號他們家的週年慶就開始了 然後是他們家優惠力度最大的時候 可以疊加優惠嘛 大家不要錯過了 我想聽大家的前三名其實是下方跟我們聊 我覺得應該跟我們差不多吧 那喜歡今天的影片的話呢 就幫自己的影片按讚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把喜歡的按讚 還有影片最新的通知 那我們下期的影片見囉 掰掰